植物可以依靠光合作用来吸收二氧化碳,同时将碳转化为未有金物并储存起来,同时释放出氧气,因为这个过程,绿色是地球上的重要色,它是生命的基础之一,而有着繁望热带雨林的亚马逊,也因此被称为地球之废,地球之废对于人类是重要的。 但是美国宇航局NOTA通过卫星多年监控发现,亚马逊热带雨林近年来的状况却有些不妙,比如在巴西的朗多尼亚州,这里位于巴西西北部的亚马逊森林区,从卫星经20年的监控来看,这里的森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,原本应该一片末绿的森林,先是在1986年出现了一道岗白线,这是当地人开发雨林修建的道路和农田,而到了十多年后的1998年, 朗多尼亚的白线面积变得更大,更密集。